赛德克族人气愤地要求归还土地 大约有近三十位的南投仁爱乡的乡名 北上行政院圆明会 要求民国五十一年被退府会占用的土地获得归还 自救会成员表示 目前清朝的结果 被清净农场占用的原住民保留地 至少有四十二笔 共约有七十公顷的土地 清净农场则是于八月三号表示 因为年代久远 必须要向退府会了解状况后 才能够有提供外界具体的回应 地主们八月五号来到行政院圆明会 希望长达半世纪的土地争议能得到解决 会影响道德面积 我们初步估算大概至少有七十公顷以上 七十公顷 七十公顷以上 对 那你们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的诉求当然就是说 目前退府会他们没有再用的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返还 如果已经截编给老农民 然后已经转手到第三人的 没有办法拿回来的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立法的程序 能够取得一些补查 清静地区原住民土地权力促进会表示 民国五十一年左右 因为政府要安置自缅甸一带 撤退来台的民众以及冗民 于是就向着当初原称建秦牧场 也就是现在所称之为 清静农场的土地 要移拨给退府会使用 不过后来不知道何故 却也把原属于当时称作为 三地保留地的部分原住民的土地 也登记在退府会管理的名下 供清静农场单位来使用 这位希望透过原住民族的主管机关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来做协助 虽然自救会提供了 有许多当时的公文 与所谓的退府会暗度呈上的文件 但原民会表示 此案必须要经过调查再给予回应 而至于地主们 则是确定将要寻司法途径 要将土地要回来 记者 巴鲁宝 台北市采访报道